今天是6月23号 我船目前正航行于南中国海 在驶往高雄港的途中 大家看这个天气确实非常好 这个平静的海面清空万里 这种海景咱们说实话 看起来就是有治愈的功效 能够让人心情迅速的平静下来 并且放松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想什么呢 我说我是从2020年的年初开始吧 就学着制作 并且在平台上上传视频 一直到现在也有了三年半的时间了 所以说李川长笔记这一路走来 就像一个牙牙学语 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 跌跌撞撞的就走到了今天 我看了一下发布的视频 有几百个了吧 那么陪着我一路走来的是谁呢 就是在座的大家 我当初想做航海自媒体的初衷是什么 我无法忘记 是因为航海这个特殊的行业被误解的太多了 尤其是海员 这个职业的形象 它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宣导 所以当时我就想 我要以自己的绵薄之力 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真实的呈现当今航海的一个真实状况 以及海员的真正面貌 从而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学科 这个行业 它其实是走在科技的前沿 是科学并且严谨的 直到今天我依然愿意宣导这样的正能量 大家也都知道我所发布的视频 都是海上工作和生活的实拍 从来没有过弄虚作假 这个也许是受到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 那这些作品呢 都是源自于远洋霍伦真实的体验 那说到这里呢 就涉及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了 公司是否允许我这样的拍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一点 就是做这样的航海影片的实拍 是否和我的本职工作相冲突 也就是说拍摄会不会影响 我做船长这份工作呢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的先回答大家一下 是不会的 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一种在安全的情况下 才能够拍摄出来的 而后期的制作和发布占用的呢 也是我的业余时间 当然了我是无法一一列举每一个画面的拍摄背景 咱们也没有必要去逐个证明 每一个拍摄的环境都是多么的轻松 我相信大家这一点都能看得出来 即便是有靠里码头抛锚作业 这种相对紧张和繁忙的场景呢 大多数也都是架好了设备 让它自行拍摄 那说到这里我想强调一下 我公司对安全两个字的重视程度 可以这么说吧 公司所执行的所有政策 所有策略 安全是永远排在第一位 并且贯穿适中 任何影响到安全的行为 都会被绝对禁止 所以呢有朋友私信给我 说李船长我想看到一些 就是你能不能拍一些紧张刺激的场景呢 比如说船舶的避让 应急事物的处理的现场 紧迫局面下 如何启动应急程序 这种全过程等等 这个真的是不好意思 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船长第一要务就是在现场 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 如何去规避风险 如何去降低风险 来保证安全 投入到这方面上来 是肯定不会有任何的可能性和机会 去做什么拍摄的 那如果说有呢 有可能是事后的一些还原和分析 但对于现场来说 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做 也没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 那这本身就是源于安全 至高无上的这个准则 那还有呢 就是我的影片所展现的主题 整体的创意 还有后期的制作发布这些 所占用的呢 也都是我的业余时间 有朋友可能就会有疑问了 李船长啊 这个你不是说船长24小时 都会对船舶的安全负责吗 那你怎么又说有业余时间呢 这个说法貌似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船长所谓的业余时间 这个概念的确是比较模糊 也没有那么的敬畏分明 我什么时候上班了 什么时候下班了 咱这样说吧 咱假设一个场景啊 假设的场景来说明这一点 比如说某天 我船呢 正在航行太平洋 或者印度洋中间的这种水域啊 水深肯定是足够的 天气也非常晴朗 好天气 周围也没有其他的通航的船舶 那本轮呢 正在以预设的航速 平稳的航行着 船长在驾驶台处理完当天的日常事务 叮嘱好驾驶员安全值班 这个时候 当然船长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了 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吧 喝点茶 泡泡脚 看看电影 卡拉OK什么的 是肯定要有自己的休闲和娱乐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桌子上的电话就响起来了 是驾驶员打过来的 船长 现在有个卫星电话打过来 是公司的某个部门 说有个事情啊 要和你电话沟通 请您上来处理一下 这时候船长呢 肯定是脚也不泡了 茶也不喝了 卡拉也不OK了 他就得跑到驾驶台呢 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啊 船长所谓的业余时间 是随时可能被打破的 是随时可能终止的 但这并不代表 他没有休闲和休息的机会 而这种有可能被随时打破 随时终止的机会 就被称为船长的业余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内 船长是可以自由支配 我只是把喝茶泡脚 K哥变成了制作视频而已 那这些呢 就是我想要说明的第一点 自媒体的拍摄和制作 是不会影响工作的 第二点就是拍摄的约束和限制 在安全拍摄的情况下 凡是涉及到公司商业机密 那可是绝对不允许的 比如说某些机器运转的具体数字 运营策略的一些调整和改变 船员的收入 奖金的具体化的一些数字 等等等等 翻字中农 大家可以去想 更何况是那些涉及到安全 有损公司形象 带来负面影响的那些 更是被绝对禁止 而且呢 一旦发现有问题 即刻就会被叫停 来做出相应的更改 甚至于是做下架的处理 说句实话吧 哪里都有哪里的玩法 是大家约定俗成 彼此接受之后的行为 它既不能无限的上纲上线 也不能嘻嘻哈哈 肆意妄为 毫无约束 这个就是所谓的规则 知道了这些玩法 来遵循这个规则 就会显得游刃有余 否则就是被淘汰 有人的地方就被称为江湖 职场有人 所以他也是江湖 职场是被系统化了的 规范化了的江湖 多的是约束和条规 少的是冲动和义气 学会不破坏这些规则 才可能适应这个环境 才能够在职场中生存下去 才被称为职场高手 第三个我想说的是感谢 感谢公司的许可和大家的支持 感谢公司主要来源于两点 第一个是公司给了我这样的拍摄平台 没有这个平台 一切都等于零 一切都是空的 李传长笔记将无法再延续 第二每个影片 公司都会做出相应的审查 发现有不合适的片段 就会及时的通知我做更改 这个就是公司付出的 额外的人力成本 感谢大家 那是因为有你们 一直陪着我一路走来 不离不弃 没有你们同样 李传长笔记也将不复存在 我登上长标轮 也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那么驾驭这种超大型的船舶 我的真实的体验和感受会是怎样的呢 在端午节 大厨阿正又给我们做了丰盛的晚宴 那么大家喜欢的阿正 我们的正哥 这次回高雄会不会休假呢 新的大厨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这些都会在后续的节目中 一一呈现给大家 那好吧 这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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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